哇操 这一条鱼35 老式锅包肉18 杀猪菜20 脆皮里脊20 这酸菜配上这个大肉配上这粉条子太爽了 前两集我发的在沈阳吃那东北菜 褒贬不一 有粉丝在评论区里边说了这么一家店 他就叫四菜一绝 说吃了你家一切随缘 就三四张桌子 然后有可能吃得上也有可能吃不上 你看他上面写着锅包肉干烧鱼 这脆皮里的杀猪菜啊 就直接点他这四个菜 上边最上边这个 然后他这还有其他的 你说就这东北的物件 咱都花一样的币呀 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呀 锅包肉一大锅的 往里盛 现在晚上的5点51 我们的所有菜已经上齐了 这一桌酒落以前我真的惊了 这是一大盆的杀猪菜20 我别说在沈阳这第一次吃啊 这是我在 再 卧槽 这一条鱼35 哇 好香啊 他这个汤不是那种清汤挂水的 然后上边呢飘一层 小小的油花 这汤我感觉喝一口应该特别别鲜的 拿这个猪血 拿白肉然后去蘸他的调的一个汁 他调的这个汁里边全是蒜的味道 不能说话还要变成那种特别特别绵密的 然后再叫上一口 酸菜 他这个杀猪菜这让你吃的感觉 就是特别想弄圆米饭 嗯香啊 就看这鱼就是我刚才拍的时候拍不到他多大 就我这么拿起来你能看出来他有多大吗 这条鱼35块钱 他是那种外壳炸的特别的焦脆 你看这酸鱼头吧有点红烧味就比较复合这么一个味道 但是这俩 配合在一起 恒无违和感 特别好吃 这锅包肉跟我们俩昨天吃的就不一样了 他这锅包肉我刚才看了嘛一大盆一大锅 然后分装 点锅包肉的应该最多了 然后上边呢有一点香菜 但是他没有胡萝卜丝跟葱丝 然后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黑芝麻当做点缀 它这身就跟昨天的不一样 昨天那是脆 它这是酥 我喜欢这种感觉 真好吃 这一份脆皮鱼 它上边夹的是什么东西夹的 特别你看 它的鱼鱼是这样 然后有那么一点小咸口 这鱼鱼特别像那种能吃着玩的东西 你说你 哎呦呦呗 嗯这米蒸的好香啊 哦 刚出锅儿的米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正在看我视频的沈阳人 说大家的工资到底是多少 因为这个物价太低我特别好奇大家的工资是多少钱 哎呀妈呀 看那大粪条着 相当相当满足了 相当相当满足了 大家一口的大肥肉片 就是下饭 你说东北人 做猪肉真是有一绝 他怎么做的猪肉都不腻 哇好真香 真的如果说正常吃饭的话两个人 点一个杀猪菜 再随便点一个亲口的凉菜或者素菜 足够了 哦我最爱吃的酸菜 最爱吃的酸菜 你不吃了吧 我说我这吃了啊 嗯 这酸菜配上这个大肉配上的粉条的太爽啊 现在真的吃的贼过瘾 吃的一家快乐菜饼的最佳包景 姐帮我结个账 四个菜两米饭97 还都是横菜 有鱼有肉 有汤有水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